哇 也很無聊 後挫港漁苗般的漁民 無奈的說出自己的心聲 因為辛苦補撈一整晚的鰻魚苗 除了撈到海漂垃圾以外 真的是補不到鰻魚苗 桃園由於受到海流影響 不僅鰻魚苗數量大幅減少 同時也讓漁民直呼真的很難過 現在我們市民 大家都很辛苦 在這裡風光 不只要你撈喔 撈到這次撈到2、3月 我順序沒有半月 五、六、十五月 人家到過年過的時候 撈到幾天而已 漁民去就撈掉了 我們的生計又沒有了 如果好運 好運一天撈到七十幾月 換上回來 一天大概 一個晚上大概兩千多塊的工資 有時候不一定喔 有時候是兩夫妻一起來喔 不是他個人而已喔 他們太太還要來幫忙 我們太太還要幫忙 才有喔 撈到三五條 兩、三條而已 如果撈到三五條 撈到幾條 撈到幾條 還沒回來吃一碗泡麵 新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為了保護漁民的永續發展 因此訂定每年的11月1號 到隔年2月28號 是唯一能補漫民的期間 不過桃園沿岸因為受環境影響 導致漫民要到12月才會回流桃園 而這樣的情形也影響到漁民的生計 是環境台灣的這個狹場的環境呢 是狀況而定 能從這個漫廟期間 所要延長到3月31號 但是呢 1月5回文他不同意 他不同意 那不同意的話 真的是移民是非常的傷心 剛好12月才有疫苗來 那其他的地方 有的是11月份就到了 但是我們在這邊呢 北部這邊是12月份才有疫苗 那等於說其他的地方可以補4個月 那我們在北部這個地方 才只能補3個月而已 所以希望說我們繼續跟漁業署來溝通 在這個漫廟補漁期間 一樣都是4個月 但是可以調整時間 桃園市議員徐其萬 在接獲民眾的陳情後 雖然立刻發文給漁業署 希望能將補漫漁苗的時間 延後改為12月1號至隔年的3月31號 不過漁業署並沒有答應漁民的陳情 對此市議員徐其萬也將持續跟漁業署溝通 希望要協助漁民度過難關 記者網桌軍團報道